第三百九十八节 三里之城必定会有七里之锅 住在内城的都是高丽人 只有住在外锅的才是值得怀疑的人群 他忘记了 金钱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莫大的能量 住在内城的也不全是高丽人 也有很多有身份的富商 比如老方就是其中一个 崔桓是高丽出了名的富商 为了做买卖方便 他雇佣了很多的唐人 老方作为崔桓手下的大掌柜子 这自然有超人一等的身份 高玉龙在外锅一无所获 就把眼光盯在了内城 此时高玉龙已经不再认为这是敌人的手段 很可能是出自内鬼 这样一来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权力轻压之下 会催生很多不为人知的黑暗 有人想要我家世代统一边城的权力 那些被高丽富商雇佣来的唐人可以无视 因为边城的权力继承和他们没有关系 那些只知道一门心思给别人赚钱的傻子 不值得自己花费太多的心力 狗子躺在院子里的草垛上 叼着一根麦结问扇婴 小杨 这事情是咱哥俩干的 那些高丽人怎么总是找别人的麻烦呢 扇婴正在给自己的战马刷毛 听到狗子问自己 丢下刷子说 你还有脸问呢 那天把那个女人一刀子干掉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你居然亲了人家 再这么下去 你就会变成采花贼 我觉得很有必要把你弄成你师父那样 才能断根 那可不成啊 我准备找两个漂亮的婆娘 多生几个娃呢 我家留几个 再生一个让她跟着师父的姓 你给我断了根可不行 我师父会找你拼老命的 两个人正在胡连乱语的时候 老方走了进来 关上大门 小声的对他们两个说 侯义的大军到了 如今呢 就在五十里以外的潦水里 大军已经准备妥当 你说咱们该怎么配合大军 打开城门呢 扇婴听了老方的话之后 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把一个小本子拿了出来 指着上面一个个店铺的名字说 这些呀 都是咱们大唐的商家 共计二十一家 咱们也能凑出个两百人来吧 外国不用咱们操心 侯爷呢 一定能够轻易的恭贺 这个内城 那就得看咱们的了 方叔 你去联络他们 要他们全部做好准备 他们的家主呢 也该给他们有过交代 若有唯命不听的 就地斩杀 任雄他们也该在城里 让他们呢 和你配合 听命这事不用担心 只要是大唐的人 不听命的话 不但他回去活不了 就连他们主家都会臭大街的 这是要命的事 没人敢骂我 老方接过小本子 仔细看了几遍 脸上就浮起笑容 这些人都是平日里 走得很近的地家铺子 大家都在高烈 谁都不敢说实话 如今一看 原来都是大唐的人呢 怪不得在这些人家里 办事都极为方便呢 有这个阴犹在里头 怪不得 海盗杀进内陆 这种事情极少 但是呢 也不是没有过 只要有河道的地方 出现几个海盗 河道的不稀奇 高丽那些住在城外的农民们 忽然发现 这地平线上出现了密密麻麻 除了很少的几匹马 都是在步行 硕大的一面骷髅旗迎风招展 这些很有纪律性的海盗 风一样的躲过他们 直接杀向了苍延城 吓坏了的高丽农民 这个时候才醒过来 跑回家 拖着气儿 就消失在荒野里了 战争来的突兀 当高玉龙听说海盗来袭的时候 站在院里哈哈大笑呢 不知死活的海盗 以为杀掉城里的守将 就能攻破苍延城 大肆的掠夺 他们忘记了苍延城 是高家的领地 只要高家 还有一个人活着 就不会溃散 自己只有在野战中 击溃这些可恶的海盗 才能把高家的声望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些混蛋全都该被去剥皮抽筋 插在木头尖上 以敬效忧 厨一打定了 就点齐了三千步兵 两千骑兵 准备出一成名敌 在他看来呀 对付一些乌合之众 自己已经是过于小心了 刘芳看着城头的旗帜 对云野说 你的运气很好啊 人家准备出城战斗了 你看人家升起了主将旗 还有五面飞马旗 算上主将的亲位 不会少于六千人 老夫准备看看 你是如何把敌人 消灭在视线之内 保持零伤亡的 我们难道不摆出什么阵势 再分派一下 左翼右翼之类的吗 就这么排成几行 等着敌人冲上来呀 云野看着城里面 不断涌出来的兵马 人家也是亏名甲量 军阵严正 不像自己的队伍 就简简单单的 派出了一个一字行阵 没有掩体 没有章法 没有人家那么厚实的军阵 怎么看 怎么像乌合之众 打仗是什么 小子 学着点 就是拿你最强的一点 去对付敌人最弱的一点 你的军队最强的一点 就是弓弩 和用之不竭的弩箭 更可喜的是 我们的射程 比高丽人的弓箭的射程远的多呀 老夫想看看 在密不透风的弩箭之下 高丽人如何冲上 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小山坡 不知道高丽人打算 用多少尸体 来填满这道河沟啊 前纪赛马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好像失败的一方 才是这么干的 云野不放心的问刘芳 可是老家伙 已经走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不想被云野气死 高玉龙站在城头 看到了那些该死的海盗 不到一万人 就敢打自己苍延城的主意 实在是不知死活呀 在看到海盗们乱糟糟的阵型 就已经觉得自己呀 稳操胜券了 这一战 如果自己不亲手杀死几个海盗 如何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呢 少年的时候就知道 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 自己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向父亲看齐 如今终于有了一个好机会 深吸了一口气 扣上头盔 向城下走去 云野还以为一定会有一个大将站出来 指着对方大喊 爷爷在此 谁敢前来送死 结果呢 很失望 高丽人比自己还不讲究啊 中军没动 两翼的骑兵就呼啸的冲过来了 还好刘方很有经验 两头放的呀 都是最有杀敌经验的陆军 这一头呢 是赖船风 一头是狗风 杨家兄弟啊 就在自己身前不远 回头再看看旺财 就在自己身后 这才放下心来 战士如果到了实在没法支撑的时候 跑起来啊 也快些 云野从来就没有为大唐 力战殉国的念头 吴蛇今天破天荒的套上了铠甲 黑甲白发 看起来极有男子气概 抓着一柄铁枪 正在闭目养神 刘方这个老家伙不停的在填嘴唇 铠甲上挂着的横刀 都被他无意识的抽出来半截 老家伙才不会害怕呢 这个样子呀 完全是因为离开战场太久了 今天重操就业 一定思绪万千 这不想打搅老头子的情绪 看着呼啸而来的骑兵 云野悄悄的离旺财近了一些 赖船风大口的吞咽着水葫芦里的水 眼睛慢慢的变成了红色 手里就有一架八牛弩 上面放着三只想剑 只有自己的想剑 在战场上想起自己负责的左边 才会万箭齐发 高丽人已经靠得很近了 那些骑兵们扭曲的和鬼一样的面旁 都看得很清楚 在他们将手里的长枪端平的时候 赖船风大笑着砸下了击扩 如此近的距离 八牛弩那是无敌的呀 尖笑声同时从队伍的左右两边响起 狗风也同时发动了 以前对八牛弩 云野的认知有一个误区 总认为啊 他没有现代化的枪械厉害 但是现在看着那些穿透了第一个骑兵 再把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穿在一起往后飞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啊 错得离谱啊 因为一米半长的剑制 在强大的推力下 完全是一支支的毒龙啊 三支剑穿过之后 那架八牛弩的对面就空了 八牛弩射进剑制之后啊 站在后面的军组就上前几步 按照事先训练好的模样 不管前面有没有人 就按动了击阔 然后看都不看自己射到了没有 再后退 又换上了一组上前 等第三组弩兵射完之后 八牛弩上又架满了黑色的工层凿 云野笑着拍拍望财 喊刘进宝给自己拿一个凳子过来 把眼罩掀了上去 一只眼睛看起来啊 很不方便 焦距呢 总还是不对的 就在顿饭的功夫 那些骑兵就消失在云野面前 都说弩箭是对付骑兵最好的兵器 果然如此 满地都是战马的哀鸣和高丽人 临死前的惨叫 能完好的在战场上溜达的 只有寥寥几匹战马 哀鸣着在寻找自己的骑手 军阵后面的那些谱兵快速的跑进了战场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只长矛 只要是躺在地上的人 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 都狠狠的刺上一谋 果然呢 战场上还真的有好些个装死的 见到谱兵们在清场 爬起来就要跑回苍野城 不过跑了几步 就被强弩一一射杀 战场上没有半点人情好讲 旺财听不惯同类的哀嚎 把脑袋靠在云野的背上寻找安慰 云野轻轻捋着旺财的耳朵 问已经完全镇定下来的刘芳 先生 您看我们现在该干点什么呀 对方的主将已经准备退缩了 你看他在缓缓的后撤 所以该我们进军了 刘芳说完 挥了一下手中的令旗 立刻就有军中司马 在生死历劫的呼吓 进军 撤退的高丽人从严整 到有点骚乱 再到溃散 最后呢 到一窝蜂的往城里边钻 似乎只有隔着一道城墙 自己才能感受到一丝安全 两百丈的距离 对于大军来说 那也就不算是距离了 如果高丽人有序的进入城门 估计都有机会回去 但是乱糟糟的 你争我抢 就严重的阻碍了进城的效率 当赖川峰呼吓着再次发射的口令的时候 至少还有一千人没有进城了 弩箭过后的场面 几乎让人不忍目睹 工程凿可以把人拦腰截断 强弩的箭制 在近距离可以轻易的把人设个透心凉 那些穿了皮甲的高丽人就更加凄惨了 全身带着箭制 大力的砸着城门 希望啊刚才把千金闸放下来的同伴 能把城门打开 让自己进去 三两个小杂鱼 引不起赖川峰的兴趣 仰着头 看着这座城锅 泥土夯城的围墙 也不过一丈多高 或许用不着走城门 巴牛弩再一次发动 很快就在墙上 定满了工程凿 赖川峰狗峰 把横刀咬在嘴里 哈哈一笑就踩着工程凿 往城墙顶端攀登 他的身后 无数的君族 也把强弩背在背上 咬着横刀 跟着自己的将军往上爬 高丽人只要一露头 就像一只中箭的小鸟 从上面掉下来 不过那些该死的高丽人 躲在躲迭后边 往下扔石头 云夜眼看着几十个士兵 就被砸了下来 刚又准备命令 军士们使用燃烧弹 被流防给阻止了 云豪 对于军人过度的珍惜 他们的生命 这不是好事 这样的军人 耐不了苦战 说不定 在你最需要胜利的时候 他们就会溃败 军人见识一下死亡 没坏处 这一战我们赢定了 不见高慧珍出来 我就知道高丽人没有一点机会 这一次你就当是练兵吧 你想在大唐立足 手里有一只精锐之尸 才是你最大的依仗 燃烧弹不能用就不用 八牛弩强弩 再加上衣甲 他们已经为你武装到了牙齿 现在是他们给你交成绩的时候了 说话间 赖传锋和狗峰已经站在了城头 果然是汉将啊 面对蜂拥而上的高丽人死战不退 并且还在城头牢牢的控制了一片区域 狗峰背上插满了高丽人的剑 挥舞着手里的航刀 还有功夫大声的催促部下赶快登城 赖传锋不知道从哪里捡了一把链架 一锤子就把对面举着盾牌的高丽兵 连人带盾一起撒下城墙 守住了一小段城墙 很快就有更多的军族爬上城墙 轻快的弩剑又一次密集的响起的时候 云叶看到高丽人在不断的退缩 拿下城锅已经不是问题了 最多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完成青角而已 城门被打开了 云叶扣上面甲 跟着刘芳进了城 到了里面才发现呢 苍延城果然名不虚传 无数的店铺秘密的布满了街道 这里的店铺啊 都是中转性质的 每日都有商队 从这里采购大宗的货物 或者进入大唐 或者进入高丽 也有黑水墨河的野人 来这里交一皮毛 如今啊 大街上静悄悄的 每家的门户都紧紧闭上 即使有孩子发出哭泣 也很快就会被大人给捂住 生怕有一点点动静 就招来海盗的光临 地上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血液在石板上汇集了一个小小的池塘 刘芳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云叶发现老家伙仿佛一下子 年轻了十岁啊 走过一个门板的时候 一箭就刺穿了门板 抽出宝剑的时候 那上面血迹斑斑的 先生 你就不怕这门板后边是一个老弱妇孺 这样下杀手 不合您教导的堂堂之师吧 云叶没兴趣翻看门板后边 到底是高丽兵还是高丽民 对他而言 两者没有区别 刘芳眼睛四处寻塑 一字一句的对云叶说 堂堂之师 那是在胜利之后才有的名词 在这之前 先保住性命为第一要务 不管门板后边是兵还是民 都有心存不轨的嫌疑 我们要做的就是 清除所有潜在的危险 云叶点点头 吩咐刘敬宝和家将 把自己围的密一些 这才随着大队前往内城方向 围三缺一 本来是事前做好的计划 给人家留一条活路 免得人家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高玉龙站在城头 把自己用秘密的盾牌护起来 一个穿着高丽官服的文官 死命的扯着嗓子 朝城下的水军将士喊话 他们喊些什么呢 云叶问刘芳 刘芳听了一会儿就说 高家告诉你 这次抢劫算你赢了 城国里的商家财富随你搬运 但是你要保证不攻进内城 否则大家拼个鱼死网破 外国里的财富那本来就是我们的 我没打算放过 来川芳 你说呢 大帅 别听他在那胡扯 外国我们要 内城我们也要 值钱的东西都在内城 来了白走一趟可不行啊 再说了 咱们的战马很少 这道大王城还有三百里路呢 末将看了这家伙 把马匹都放在内城了 不打下内城 我们怎么办东西啊 你们这些狗强盗 爷爷不怕你 有种的 就来攻爷爷我把守的城门 嘈杂的战场上 居然传来了自证枪圆的唐音 所有人都像是看死人一样 看着城门上 手舞主导的狗子 哎 他怎么跑到城门上去了呢 爷爷好奇的问刘芳 这有什么呀 高家的守城兵力不足 一定是发动了城里的商户 大家一起保卫内城 这是常用的手法 有什么好奇怪的 呃 对了 那些拿着兵刃的人都是谁呀 刘芳就认识狗子 刘芸还有任雄 对于旁边的两百多人呢 一个不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狗子